What we are reading,薩克斯 不會停下來 此時,On the move 大胡子薩克斯醫生Oliver Sachs 以敏銳的不足和心碎的關懷, 重現神經心理學抗例中每一個人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揭示大腦和思維之間的拷備, 成為暢笑書作者及腦科學家如今滿臉祥和, 受千萬讀者愛戴的他, 至少向往到處闖蕩的自由和力拔山河的強壯那位外在周末換上黑色疲雷, 讓地獄天使車黨也視為一夥的年輕醫生, 十八歲前往牛津就獨前換來第一部鐵機, 是車時老野車突然鎖起油門, 才知道制動氣也失收他寧願沿途高夫養路, 在倫敦的涉政公園繞圈自然有耗盡, 也不肯將車拉倒停下萊薩克斯的自傳今年4月28日出版去年定島時, 以因黑色素腫瘤而失去右眼和立體視力, 但他仍相信能親身探訪病人至94歲臨終前直今年2月, 癌細胞已擴散到肝臟,新書發行後不久, 薩克斯在紐約時報再度為民, 坦然擴散已失控大鬍子者是才知道真的生鳥病, 還希望新療法能換來數月正常生活, 讓他保持每天游泳的習慣, 探訪英倫故鄉及倫州研究所的活潑戶後好有意答應, 臨終時帶他到戶外, 再一次仰望窮瘡Oliver Sachs, Still Lives to the Max, 遺傳學大語Steven Ray,Gould多年前以證詩說過, 薩克斯不會停下來薩克斯自傳以On the Mouth為題名字, 取自有人Tom Dunn同名詩作, 首次披露詩人生活絕少讀者猜得出, 封面鎮香煙廣告無特兒的美男子, 周氏大胡子醫生畢者問過幾位朋友, 全未聽說過薩克斯是同性戀者, 更難想像,一生投身老科學的紐約大學教授, 當年曾沉迷健身, 創下深蹲舉重六百瓢的加州紀錄身在嬉皮士年代的加州, 老科學家不為然經常進行精神科藥物實驗, 曾有四年廢產忘食, 被老報的快感中心操縱薩克斯自然大情大勝, 為一切愛好投入激烈的熱情, 絕不保留,青春的狂厭曾經燃燒過甚麽, 相信自鑽難以進錄七十三年成名作 碎人士薩克斯人生轉歷點在意關懷獲照了一群沉睡了四十年, 被新約刺激騷醒的睡眠症生患者過程, 年輕醫生體會到,令他有個人洞察力的, 是同情深私人朋友讀後說, 想不到,同情深三十多歲才發育, 他還成為你寫作風格的主管, 讓他如此包容,如此寬懷,如此多元。 可是,薩克斯和佛洛伊德及現代神經心理學似早略一脈雙城的個案研究, 一直被主流學派冷對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對誰人不以為言, 我有三百個正在是新約的病人年輕薩克斯答道, 但我對每一個病人的認識, 比你多一百倍對薩克斯來說,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 標籤或數據永遠不能代替個人的故事 讓我們看到薩克斯只有同情深和關懷的大愛世界, 重溫一段給腦瘟病人內心世界更其情的人生歷程 大胡子醫生剛慶祝82歲生日, 我們希望故事還有後繼, 但他留下的以舊中生受用薩克斯至少聰明好奇, 老師曾告誡,你前途無限, 只要不走得太遠不生不停步的薩克斯, 走得何止太遠one is always nearby not keeping still 在詩篇的終極, 他將會親近多無盡的感激和愛戴。